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 在西西里岛附近 一艘豪华游艇遭遇风暴沉霉 导致多国乘客失踪 这艘50米长的游艇名为Bay Eason 当时载有22名乘客 其中15人已被救出 包括一名婴儿 但仍有7人失踪 其中包括4名英国人 1名加拿大人和2名美国人 救援行动依然在进行中 并已打捞出一具尸体 这起事件正在引发多方关注 并且相关调查也已展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西西里岛风暴中的生死抉择 似英国游客失踪 全球媒体关注 在波涛汹涌的西西里岛海域 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灾难正蔓延开来 据电报报报道 一艘名为被一身的50米长游艇 在巴勒墨省Porticello海域沉没 船上4名英国国民失踪 当时正值凌晨5点 该游艇正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域 尽管大多数船员和乘客成功获救 但仍有7人下落不明 其中包括英国人 加拿大人 美国人以及船上的厨师 这起突如其来的灾难 瞬间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这艘豪华超级游艇载有22名乘客 在西西里海岸沉没 造成1人死亡 6人失踪 当时的强风和波涛汹涌的海面 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消防员 在灾难发生后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成功救出15人 包括一名一岁的婴儿 根据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的说法 一具尸体在残骸中被发现 但尚未被打捞出来 位于约50米深的水下 意大利消防救援服务的发言人 卢卡卡里表示 灾难发生在西西里城市巴勒墨附近 7人失踪 根据意大利新闻社Adnkronis的报道 船上不仅有英国国民 还有两名英法双重国籍公民 一名爱尔兰人 一名新西兰人 和一名斯里兰卡人 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 增加了救援工作的复杂性 海岸警卫队表示 失踪者包括四名英国人 两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 目前尚不清楚发现的尸体身份 卫报报道中指出 这艘49米长的帆船 在风暴中遭遇不幸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消防员 成功救出了15人 其中包括一名一岁的婴儿 根据意大利Ands新闻社的报道 失踪者中包括四名英国人 一名加拿大人和两名美国人 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一凌晨5点左右 当时帕勒墨附近的海域 正遭受猛烈的风暴袭击 海面上波涛汹涌 风势强劲 救援潜水员正在努力 接近沉没至约49米深的船体 以期找到更多生还者 特米尼·伊莫里斯的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已经开始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那名婴儿和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往医院 母亲受了轻伤 所有被救出的15人目前状况良好 根据西西里日报的报道 这艘船悬挂着英国国旗 船上大多数乘客是英国人 但也有来自新西兰 斯里兰卡和爱尔兰的乘客 还有一些英法双重国籍的人 Anser表示 这艘名为被一审的船只停泊 在Porticello港口 并于周日晚间起航 这起事件的突然发生 不仅让家属陷入深深的悲痛与焦虑 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持续关注 英国外交部尚未立即发表评论 整个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救援人员包括消防部门的潜水员和直升机 正在努力寻找失踪者的下落 这场疾风暴雨中的生死救援 无疑是在考验意大利救援队伍的能力和耐力 意大利Anser新闻社报道 这艘名为Bay Asian的船只 由意大利造船公司Prininavi于2008年建造 这是一艘豪华的帆船 平时用于高端旅游和私人度假 这艘船只原本计划进行一场无忧无虑的旅程 却在半夜土域风暴 船体在强风和巨浪的冲击下迅速沉没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让众多乘客措手不及 也给救援工作增添了极大难度 随着救援工作的深入 更多的细节不断浮出水面 根据最新的消息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消防员正在全力以赴 利用潜水装备和直升机搜索在水下残骸中的幸存者 救援队伍不仅要面对风浪的挑战 还要应对深水区域中可能存在的危险 在这场灾难中 纳明一岁的婴儿和他的母亲 成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他们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救援中奇迹般的获救 并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母亲受了轻伤 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这无疑是整个事件终极少数令人欣慰的消息之一 这场灾难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痛苦与恐惧 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国媒体纷纷报道这起事件 社会各界也在密切关注救援工作的进展 每一个小小的进展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失踪者的家属正焦急等待着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 更多的细节和真相将随着时间逐渐揭晓 这场突如其来的海上灾难 不仅让人们见识到了风暴的无情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与勇敢 随着救援工作继续进行 大家都在祈祷 希望能有更多的生还者被成功救出 这场灾难的阴霾能够早日散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西西里岛海岸附近 一艘名为Bay Eason的豪华游艇 在恶劣天气中沉没 造成多名乘客失踪和一人死亡 该游艇长达50米 约164英尺 是由意大利著名造船公司Pirini Navy 于2008年建造的 这艘游艇悬挂着英国国旗 事件发生在帕勒墨省的Porticello海域 时间大约是凌晨5点左右 当时海域正遭受猛烈风暴袭击 风势强劲 波涛汹涌 这成了游艇沉没的直接原因 当时游艇上共有22名乘客 包括多名英国国民以及来自加拿大 美国 爱尔兰 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的乘客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队迅速展开了救援行动 成功救出了15人 其中包括一名一岁的婴儿和她的母亲 这些获救者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治疗 情况稳定 救援过程中 救援队使用了潜水员和直升机来搜寻其他失踪者 然而 灾难仍然严重 这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七人失踪 失踪者包括四名英国人 一名加拿大人和两名美国人 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救援队在残骸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尚未打捞出来 位于约50米深的水下 身份尚未确定 这起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 特别是在英国 英国外交部尚未立即发表评论 但意大利当局已经开始进行全面调查 Termini-Ameris的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也参与了这次调查 以确定事故的具体原因和责任归属 此次事故中的游艇 Bayesian 曾停泊在Porticello港口 并于周日晚间起航 这艘豪华游艇 代表着高端造船技术 通常会提供给富裕的私人客户 或用于奢华的游艇租赁 由于其高价值和独特的设计 游艇沉没事件 在意大利和国际媒体中 都引起了广泛报道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消防部门的潜水员和海岸警卫队 正努力在船只周围进行搜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寻找生还者的希望逐渐减小 但救援队依然在不懈努力 更多的细节和更新报道 会随着调查和救援工作的进展而揭晓 这起事件提醒了人们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海的潜在危险 无论船只多么先进 都无法完全避免自然灾害的威胁 这也为豪华游艇的安全管理和应急预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先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这次不幸的游艇事件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 游艇在风暴中尘霉确实是一个悲剧 但这也提醒了我们人类 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 您知道这让我想起了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事件 同样是豪华船只 同样是在惊涛骇浪中 无力回天 人类要谦卑 科技在发达 也无法完全抵御大自然的力量 这艘名为Bajitian的游艇 就像一个现代版的泰坦尼克号 成为了大自然的笑柄 哎呀 楚天说 你这简直是在为船公司找借口 让我们来看看现实吧 按照你的逻辑 难道每次出海都得先拜计海神吗 我们需要的是严格的安全措施 很可靠的设计 而不是迷信和敬畏 这次事件中的游艇 是由Perini Navi建造的 这家公司可是有着顶尖的造船技术 船只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操作人员和预测系统上 显然他们低估了风暴的威力 Bajitian失事 我们应该讨论的是 怎样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而不是像你一样唱一曲人类渺小的哀歌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想再补充一点 这次事件也让我们反思豪华消费的风险 高昂的船票 高级的设施 最终还是比不上自然的狂暴 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富豪们在追求享乐的同时 是否也应该多一些对生命的敬畏 就像乔治桑塔亚娜说的那样 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 注定要重蹈覆彻 既然历史上已有这么多沉船事件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以为意 继续冒险出海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态度问题 啊 楚天书 别再像个老爹一样训我们了 事实是 这些富豪选择乘坐豪华游艇 就像其他人选择搭飞机一样 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难道你要说他们生活的奢侈 就活该承受这种风险吗 这次出事的航程在管理和安全预测上出了纰漏 这才是关键 你知道吗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 每年有数百条船在海上沉没 但大多数都是因为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善 与其指责乘客们的生活方式 不如我们来推动更严格的管理和更有效的安全措施 让大家都能安心出海 谢奇奇 你这魔说也有几分道理 我并不是说富豪们不应该享受生活 只是希望他们能更加重视安全 我们看见许多富豪花费千万打造豪华游艇 却往往忽略了最基本的安全措施 就像这次事件 我们能否确保每艘游艇在出海前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 能否确保每位乘客在出海前都接受过紧急情况的培训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 当然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来预测和应对恶劣天气 好吧 楚天书我们总算达成了一点共识 没错 安全确实是关键 无论是富豪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享有安全的出行环境 说到技术创新 或许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海上防灾技术 他们在预测海啸和风暴方面 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而且 我们还应该考虑运用人工智慧来提高 预警系统的准确性 既然你喜欢引用名言 那我也来一个爱因斯坦说过 科技的本质在于改变世界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希望未来的出海旅程 不再成为惊心动魄的冒险 而是愉快的享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这起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海岸附近的 游艇沉没事件 据报道 这艘名为Bay Asian的50米长游艇于凌晨5点左右 在巴勒沫省的Porticello海域沉没 这可是个大事件啊 这起事件让我们见识到了自然的无情 一艘豪华游艇居然在风暴中无法幸免而沉没了 根据意大利媒体和多家国际新闻机构的报道 船上载有22名乘客 其中大多是英国人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消防员成功救出了15人 甚至包括一名一岁的孩子 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意大利救援队的迅速行动 这可是大海中的救援 不是说说而已 风高浪急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出事 然而 人有7人失踪 这包括4名英国人 一名加拿大人 两名美国人和船上的厨师 这可真是让人揪心 失踪人员的家属现在一定是交集万分 根据意大利新闻社安Kronos的报道 船上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乘客 包括英法双重国籍公民 一名爱尔兰人 一名新西兰人和一名斯里兰卡人 这真是各国计划的沉船事件 让人觉得世界真小 在救援工作中 海岸警卫队和消防员包括潜水员 甚至出动了直升机 这可是全方位的立体救援 据说 他们在残骸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但尚未打捞出来 这真是让人心情沉重 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更多的生还者能被找到 当然 这次事件引发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这艘豪华游艇 在风暴中会遭遇如此大的困难 有没有可能是操作失误 或者其他技术问题 意大利 海岸警卫队和 Termini-Emeris的公共检察官 办公室已经开始 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些问题需要专业人士来解答 但是我们普通吃瓜群众 也能感受到那一夜的惊险和无奈 总结一下 这次西西里岛游艇沉默事件 不仅展示了自然的无情 也考验了救援队伍的专业能力 英国 美国 加拿大等多国国民的失踪 让这次事件更加国际化 也更加让人关注 在这里 我们关心每一个被救出来的生命 也默默为失踪者祈祷 希望他们能被早日找到 最后 我们也要提醒各位 海上活动风险非常高 无论是乘坐豪华游艇还是小船 都要做好安全措施 关注天气预报 警防意外 毕竟 人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 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 让我们在享受海上生活的同时 也能更加注重安全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